上个岗搜球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啊 斯诺克167挑战赛是由奥塔利文对的西金斯 没吃大蒜是啥大蒜是吃大碗 好的 我就里扣漂亮啊 回来继续叫七分的黑球 54比0 那个奥塔利文基本上是拿下 4比0很少西金斯 里边黑球底块 回来 这回叫红球中库啊 回来叫红球中库 感谢观众 641比0呢 哎呀 西方吃蛋的必须吃蛋的必须吃蛋了 还还不吃呢 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你说那没保密 那没保密 哼哼 红球中库我看啊怎么吃 好的 感谢观众 粉球6分的粉球中库 回来继续叫红球底库 我看金球金球拿下来 拿下来 没有机会打 105 这个金球规则不合理 金球规则不合理 这么打的谁也打不了 西方黑球底部很难打出167 回来叫红球中库 啊 下 好的 回来继续6分的粉球底库 好的 哇 不打了 澳大利文不想打了 这么准 恭喜澳大利文 450横扫西金斯 获得比赛胜利 呃 澳大利文啊 赛后采访 看澳大利文怎么说啊 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 呃 我今天感觉非常好 能够获得比赛胜利 我的心情啊 也是非常的愉快 呃 对于整个比赛来说 我还是 呃 您的 今天主要战胜对手的 心态是什么啊 您的 呃 我今天感觉 呃 打的 路数还是整个的 机球啊 还是都非常的 呃 非常不错 呃 您的 这一次 呃 比赛 呃 主要是 呃 做了哪些准备 呃 我的感觉啊 这次 呃 比赛 对于我来说啊 也是 心态非常合理 好 呃 这167啊 对 这一次167啊 怎么看啊 呃 对于这次 打法 是否 感觉 呃 所以说 呃 我一会儿还得回家吃饭 所以说 呃 这次就 很快就打完了 呃 一片欢详的笑语 呃 你感觉啊 这次 呃 一旦要 能打出167 你需要什么样的节奏 呃 我 我这次 感觉啊 这167 呃 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则 呃 对于我来说啊 呃 真是 呃 非常的不错的一次体验 呃 你感觉 呃 呃 呃 谢谢谢谢 呃 呃 恭喜 奥特利文 今天战胜了四百年了 横扫了西基斯 获得了下一个 赤字 哦 白眼 赤字里 Ber惠 莎